大家好,我是T.E. 今天可以说是好山好水企划 来到桃园市复兴区前往小屋来天空步道 映入眼帘的是巨大的风洞石另有鬼石之称 2013年7月敌不过苏力台风的西极 风洞石已滚落了西床 天空步道外观材简约设计 以几何线条配置 底部为强化玻璃 凌空延伸出11公尺的廊道 站在距离瀑布底70公尺高的玻璃平台上 就能欣赏小屋来西谷的秀丽美景 来到隔壁小屋来天空神桥 全长70公尺的神桥架 在离地约50公尺的大立干西谷间 首先就可以俯瞰 掩藏在山谷间的神秘瀑布 刚刚已经去完小屋来天空步道 入场的话一个人是50 我只能说非常的 大概有玻璃透明的地方只有10公尺 就看个人的取决 继续看一下 它的话还有包含这个吊桥的部分 由于神桥是单行通道 到达神桥的另一端 就是分别通往 异星吊桥与龙凤瀑布 瀑流泉水所蕴含的负离子 与芬多金 让人竞享大自然的洗礼 接着前往拉拉山享用中餐 我巴豆鸭啦 看到香喷喷的料理上菜 赶紧拿着筷子 享用热腾腾的饭菜 真是幸福啊 吃完午餐前往上巴黎 参观水蜜桃果园 这次来到罐桃果园 果园老板吴隆坤大哥 亲切跟我们介绍 果园相关的注意事项 嗯? 照相好 我把你打个广告 由于我们来的时候还未到采收期 但能进入果园的我就很兴奋啦 地区时间 这是吴老板刚刚把我们拆的 很小颗 非常可爱 它整个是咬下去 酸味只会在口中爆发 就往直的里面 果肉是浅的 然后外面的皮是酸的 欸超好吃的 不凡反 我要整个吃下去 需要是果汁肉 这样来试试 桃宗汁是网了 水蜜桃 哇 非常的漂亮 纯白色 我会直接带皮一起吃 いただきます 我需要一点音乐 Oh my goodness Oh my damn 咬下去后 水蜜桃的口感 总能在我嘴里爆发 它不会像罐头水蜜桃 有那种死甜 皮咬下去不会觉得很有心 是非常入口即化 几乎是咀嚼不用任何的力气 非常的juicy 还能搭上果园专属的 鱼霄飞车 心情跟着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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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影片的你 推荐能来罐头果园找无荣坤大哥 服务非常的亲切 果园周围也可以停车 非常的便利 今天就到这边啦 有什么问题 可以留言给我 喜欢我 按赞 订阅 分享 我是梯雨 我们下次见 掰